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說 有一個人權觀察組織的研究員 他叫Ryan Ryan原本是獲得我們香港大學去聘請他做一個教授 港師去教授一些課堂 但最終應該給我們的國安處 甚至乎是保安局 然後諾明寧給入境處 叫他不要批簽證給他 為什麼要不批簽證給他呢 稍後會跟大家一起去分析一下 然後美國現在對中國 基本上是全面地樹敵 為什麼呢 為什麼明顯這麼說呢 因為美國FBI的一個局長 聯邦調查局長就說 中國對西方的威脅比以往更加大 更加具破壞性 為什麼他這麼說呢 因為有一個新聞出來 美國國債首次的總額突破了30萬億美元 創歷史的新高 而我們中國拿著他們的國債 也拿不少 到底整件事又是怎樣的呢 稍後會跟大家一次過說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傑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做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說說 有一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聘任的一個教授 這個教授主要研究一些跨性別議題 LGBT的一些美國法學學者 什麼叫LGBT呢 同性戀 雙性戀 一些同性戀 平權 人權的問題 他一直都在研究這些東西 以及一直在做這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 有些地方 甚至有些革命是由 爭取某一些東西的平權 或者爭取某一些東西的權利 然後就拿出來搞亂政府 大家也看到 有些反對派的政治明星 甚至是一些歌唱的藝人 他們都是以打著一個LGBT 同性戀 或者雙性戀 或者不知什麼性戀的旗號 然後就做歌手 歌姓 唱歌 去鼓惑人心 以及做政治 博取眼球 大家有眼所見 相信大家也有些人的聲明出來了 美國法學學者Ryann 譯名叫做壞人 這個壞人在他的社交平台公佈 去年他獲得香港大學法學院 去聘用教授人權法 香港大學法學院其實在做什麼事 戴耀廷也在那裏出來 有不少的人也在那裏出來 都是做教書的 未拉那個人不說 然後現在就 搞了一個人想請進來香港大學教書 教人權法 但這個人絕對非常有問題 他的背景是非常有問題的 原來聘請了他教之後 他一直都用一個遙距教學遠距離的教學形式 然後就在教書了 一向都在教書了 但是近日他就申請來港簽證 他的簽證就申請了5個月那麼多 但是他在5個月內都沒有獲批 最近甚至乎被我們的入境處 直接拒絕他來香港教書 也都因為我們香港的入境處 直接拒絕他進來 令到他失去了一些教席 他說對這件事件是非常失望 我相信美國也都會在這兩天的時間 就開刊也都會說這件事 就說英雄學術自由 又說被拒絕這些人權教授的人入境 可想而知教學環境 那些什麼自由 教學自由等等的東西 又是有問題了 但問題是什麼呢 這個人其實我們看回香港大學法學院的教職員的名錄 首先他依然存在著 第二件事那時候介紹他就是一個LGBT的權益專家 即是一個叫同性戀 雙性戀的專家 他加入香港大學之前 他任職耶魯大學的法學院 亦都是國際人權的組織 叫做人權觀察的同志權益研究員 這個人權觀察是什麼組織呢 這個人權觀察的組織其實是一個國際非政府的組織 但是他的總部就設立在美國的紐約 我亦都是之前說過這個什麼人權觀察的東西 其實裡面包含著有很多的CIA的間諜 在裡面的 有很多的部長都買了 甚至乎這個人權觀察的東西 基本上跟很多不同香港組織的人士 甚至乎組織扯上了很多的關係 例如民陣 社民連 周恒彤等等的人士 也扯上了不少的關係 所以其實這個人權組織是不是真真正正的一個人權組織呢 其實不是 其實他是搞亂人類國家的組織 其實他是美國的一個爪牙 其實他是用美國的一個資源 然後用人權的名義去滲入其他國家之中 用不同的辦法去搞亂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國家 我們中國的外交部也都在2021年7月23日的時候對外宣佈 包括人權觀察裡面的一些6個人 實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所以這個人權觀察這個組織 其實裡面有很多人士都是被我們中國制裁之中 大家就會知道這個組織的背後 其實反華才是他們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目的 其實有一些媒體就向我們的入境事務處詢問 入境處就說不評論個別案件 強調會按照一切相關的法律和政策處理每一宗申請 這個壞人就是Ryan 他在Twitter那裡就說去年已經獲香港大學的聘用 然後就遙他教學 近日就想申請來香港 然後就不批准了 不讓他來香港 所以失去了教席 失去了非常多人工 這件事件現在已經獲得一些外國媒體開始報導 相信美國政府也在一個短的時間內 甚至英國政府也會發出一些聲音 他就說在一個時間失去了教席 對於他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分的法學院已經完成了下個學年年度的招聘事宜 所以他就會有些收入沒有了 要損失了 你有本事就告我們政府或香港大學 沒什麼所謂的 其實這件事件我覺得 應該是怎樣進行的呢 首先由他申請來香港 他寫來香港的目的 他也要寫他隸屬的組織 然後一找他的資料的時間 就會找到原來他是一個人權監察的研究員 還要是研究同治權益那麼敏感的東西 然後再看的時間 就會怎樣做呢 將這個人的資料 提交給我們的保安局 保安局就會一起去研究 同學國安處的人員一起去研究 研究到如果有結果說 可以的話 沒問題就沒問題 不一定是間諜 所以就直接不讓他來香港了 這次也是極度大機會 是由入境處 去了保安局 由保安局那裏下來 不能不要 不能批 亦都不出奇 是不出奇的 其實美國FBI那邊已經說了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局長 在1月31日的時間 其實已經說過中國對美國的或者西方國家的威脅 是非常之大 亦都有一些破壞性 他說了什麼呢 他說中國現在 拿很多美國人的構思和創意 甚至乎 發動大規模的黑客行動 但是問題是 創意怎樣拿呢 其實你有那樣東西的創意 你就立即做了 但是問題是現在有眼所見的人都覺得 現在是美國的科技追不上我們中國 是美國不斷地偷我們中國的科技 早前文傑也有一個報導說 基本上他們是對著我們的科技 是虎視眈眈 甚至乎派很多人過來 甚至乎他們整了一個 間諜組織 專門對付我們的中國 CIA裏面有一個叫做中國部門的東西 是專門去盜取我們中國的資訊 資料 甚至乎偷很多的技術 所以其實 不是我們對他的威脅大 而是我們進步得很快 但是美國是追不上 那唯有他們怎樣說呢 將事情倒轉來說 就說中國基本上發展得這麼快 對於他們的構思創意 甚至乎經濟 還有國家安全 構成一些非常大的威脅 在前所未有的威脅 怎樣可以威脅得到他呢 其實是他們自己 有些問題就快爆煲 就是什麼問題呢 美國欠人錢的問題 美國國債的總額首次突破30萬億美元 創了歷史的新高 據美國財政部當地的時間 在2月1日的時候 即是我們2月2日的時間 他公佈出來的調查結果就顯示了 他就說美國國債的總額首次突破30萬億美元 即是多少錢港議 324 大約是240萬億 幾個零我數不到 不好意思 創了一個歷史新高 根據數據顯示 直至1月31日 即是2022年1月31日為止 美國未常懷的公共債務總額 是30.01萬億美元 較2020年1月增加了7萬億美元 據報導指美國國會會授權很多聯邦的疫情援助計劃 已經過期了 美國人的財政援助比疫情較早期少了很多 但問題現在是疫情最嚴重的時間 疫情較早時期的時候 他們一天內有10萬人染疫 我們已經說話聲了 但問題現在是超過100萬人染疫 一天我們更加話聲了 與此同時 美國的聯邦儲備局發出了一些訊號 就說要提高短期的利率 以壓制通貨膨脹 即是什麼意思 加息 加息去壓制通脹 據了解美國的通貨膨脹 現在是處於40年來最高的水平 通脹沒有記錯 那個通脹的百分比是7.2% 所以接下來他們一定會加息 那你不加息的話 那就更加嚴重 其實根據很多的調查顯示 甚至乎他們美國大學的調查顯示 看看一些數據 就會發現美國其實現在 發行了 即是俗稱是QE 甚至乎QEEE 發行了的美國貨幣 其實是給他們應該要發行的總量 是多出了四倍 是多出了四倍那麼多 其實如果也有很多的大學教授已經說 甚至乎是一些的叫做大鱷 即是財經的大鱷已經說過 如果這個貨幣 他不是叫美元的話 一早已經倒閉了 甚至乎這個國家一早已經破產了 那為什麼他到現時為止都還沒破產呢 因為他叫美國 不是因為他優越 不是因為他信得過 是因為他霸道 是因為他有核武 因為他有攬炒的一個武器 所以他才還沒倒閉 但是其實他欠落30萬億的美元 我們中國握了他們有多少呢 我沒有記錯 所以我們中國握著他的美元債務 就大約在排我們全世界的第二位左右 其實在老早之前 我們中國已經在貿易戰的期間 他們一宣佈要打貿易戰 我們中國已經拋售了他們一部份的債務 令到他們很害怕 因為令到他們債息上升 令到很多人對於美國還款的能力 已經出現了一個信任的問題 重點是 根本是沒得信任 因為美國 30萬億的債務 根本還不起 再加上他 其實是印製了他們可以承受得到的能力的 所以他們在任何的環境下 任何的層面下 基本上都是貧臨一個爆煲的邊緣 所以就是周圍搞屍棍 他們經濟爆煲的時候 他們國家內亂的時間 那怎麼辦呢 搞打仗 去團結他們的民心 搞打仗去避過經濟的崩潰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 為什麼他不斷針對我們中國 因為我們中國現在在整個疫情下 其實受影響得最少的一個國家 也是一個GDP 還是保持到的國家 所以其實美國為什麼這麼怕我們呢 不是我們要打他 不是我們要怎樣取代他 是因為我們真的好好地做到我們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而他們不行 沒有對比沒有傷害 一有對比之後他們傷害甚大 所以他就說我們中國經常威脅很多 現在大家明白了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美國仇視我們中國的事件呢 希望大家可以多留言告訴文潔 到底你怎樣想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拜拜